大家我是Paul 最後一條字幕英文一起讀 這短篇故事叫做over easy over easy是一種烹調蛋的時候的一種風格 一種style 外國人早餐吃蛋的時候 他們有幾種不同間的方式 我們就先go over這件事情好了 我覺得這樣比較快 所以有一種方式叫做sunny side up sunny是出太陽 所以出太陽的那一邊往上 什麼叫出太陽的那一邊呢 就是這個太陽就是晃晃的在天空中沒有東西擋住 那簡單說就是還沒有熟的 看起來是深深的 那個看起來就很sunny 所以sunny side up就是只見一邊而已 so the egg is fried with the yolk up and it's not flipped 所以這個蛋就被fry 這fry就煎了 然後這個york就是蛋黃 所以蛋黃朝上 然後呢沒有翻 所以你就真的只有煎一邊 另外一邊是完全沒有受熱到的 直接跟鍋子接觸到這樣講 不要講沒有受熱到 好 再來over easy就是我們剛剛標題了 所以over easy呢 the egg is flipped and the yolk is still runny 所以這個蛋有翻 可是蛋黃沒熟 所以才用runny這個字 runny就是還會滑動流來流去的 像我們講說鼻子流鼻水也可以叫runny runny nose 所以這個蛋還在runny 就沒有熟 沒問題 那再來over medium 把easy換成medium medium你知道是中的對不對 so the egg is flipped and the yolk is only slightly runny 所以也就是說半熟 所以有翻過來 但有多煎一下下 讓它比較沒那麼深 這樣子ok 那如果今天全熟呢 就叫做over well over well 你說well done well done多半講是牛排 所以over well the egg is flipped and the yolk is cooked hard 所以把它好好的這個煎到都熟了 所以這個叫做over well well 那我再多講一個 就是如果我們講是水煮蛋的話 想到這裡忍不住再多補充一下下 水煮蛋 那水煮蛋因為已經煮到就真的是就硬了 所以我們用hard這個字放第一個字 那接下來下一個字叫做boil boil就是煮滾 那它是被煮滾就加ed 那後面再加egg就可以了 所以hard boiled egg 就是我們講的水煮蛋 那至於說那個 直接把蛋給打散炒炒炒炒炒炒那種炒蛋 那個叫做scramble 所以scrambled egg就是炒蛋這樣子 好那個蛋如果加複數超過一顆 隨便加複數都可以 好我們先把這處理掉了 那我們就來看這故事在說什麼 事實上我覺得這故事 它這個over easy是故意取的標題 因為它後面根本沒有點over easy 好蛋糊塑我們先看下去 you go first I'm still deciding 我先把它讀完 I said as the waitress shifted her gaze working her way around the table I scanned the menu unable to quiet the buzzing in my head long enough to make sense of the words I settled on the pictures instead shiny and a little sticky from decisions others had been able to make Why was this so fucking hard? It's just breakfast after all you ready now hun? What does one order the morning before a mastectomy? I'll take two eggs sunny side up I hear myself say one just doesn't seem like enough 搞定結束了 好OK 所以如果你沒聽懂什麼 來我們再試一次 so you go first 你先點吧 I'm still deciding 我還在決定 所以他們在早餐店試著要點菜 so I said as the waitress shifted her gaze 所以她這麼說 那她說的時候呢 當這個時候 waitress就把眼睛看到另外一個人身上去 so I said as the waitress waitress ok shifted her gaze 所以gaze這個字是看 OK 那所以這邊講了 有三個都是跟gaze長得有點像的字 它都有AZE 所以有gaze 有glaze 還有graze 不是grace 不是CE結尾 ZE結尾 so gaze glaze graze 三個字 那gaze剛剛說的就是看 所以這個waitress呢 就轉移了視線 shifted her gaze gaze 看了別人 然後他就working her way around the table 所以總之啊 他們可能不止一個人來了 幾個人自己吃飯 然後他就煮個點菜 so worked her way around the table 大概懂 那我們把另外兩個字講一下 所以gaze剛剛講完了就是看 那下一個叫glaze glaze呢 這有個字叫yoe 就是你知道上yoe 就我們在叫什麼東西啊 你去做什麼手拉胚啊 什麼淘土啊之類的 然後你上那個yoe 然後去烤 所以在外面塗層 在外面 在外表上覆蓋一層磨斑的東西 亮光漆或什麼這些的 我們都可以叫glaze 那飲用到食物上的話呢 你就可以說給食物表面交糖汁 如果你吃過有一款 有一個牌子的那個甜甜圈叫做 其實每一款甜甜圈大概 每個牌子大概都有 所以那甜甜圈上面 如果有那個看起來就是很明顯 正在反光的那個糖 有一層糖霜的話 你就可以叫它glazed ok glazed 好那ok 那最後就是叫glaze glaze什麼東西呢 哇這個字好多意思 所以在表面擦傷啦 皮膚擦破啦 擦過掠過 蹭到東西啦 呃甚至是吃東西 食物上來說 就放牛放羊放牧吃草 所以給個例句 所以你的畜牧業的這些牛馬那些的啦 他們在這個開放的草原上去吃 吃草的話 放牛吃草 你就可以用glaze當動詞 主詞就是那些牛羊馬 然後他們吃的草呢 可能加個借詞是叫做on so cattle cattle這個字不用附輸 它本身就是很多牛羊馬集合在一起 so cattle graze on the open meadows 這就是一個 我記得是字典中的例句 所以牛在吃草 牛羊馬 graze on 這個open meadows the meadows就草原這樣子 好所以三個字講了一下 gaze glaze 跟graze 沒問題了 那回來這裡 所以這個女服務生轉開她的視線 shifted her gaze working her way around the table 所以大家慢慢一個個點下去 那這個主角繼續看著這個menu so I scan the menu scan這個字就是瀏覽了 簡單說 那她還沒辦法到底 所以沒辦法來把這些附近的聲音靜下來 靜到她能夠去看懂上面到底寫什麼字 所以她事實上這個 她現在的狀態不好 她不太能 可能有點腦霧 她不太能夠專注看menu上那些字 她試著把座位的聲音靜下來 可是是很不成功的 所以我先把這裡讀完 so I scan the menu unable to quiet the buzzing in my head long enough to make sense of the words 這句講完 沒有辦法來quiet 所以quiet這個字還可以當動詞 所以因為這裡是個不定詞 你知道不定詞to後面是原型動詞嗎 所以雖然說功能不是動詞 在句子裡 可是它事實上這個不定詞的結構裡 是個動詞的結構 好 所以unable to quiet the buzzing in my head 所以沒辦法靜下腦袋中 用這個buzzing的聲音 那就是能夠讓它安靜的長到一個程度 來讓它能夠看懂字 so the buzzing so quiet the buzzing in my head long enough to make sense of the words 他可能能夠讓他們靜下個半秒 可是看字看個兩秒聲音又起來了 所以沒辦法讓他們靜到能夠他把字看懂 好這樣懂了 再往下一句 I settle on the pictures instead 所以他就決定 好取而代之的是他決定乾脆看看 你看這個menu裡的圖畫 照片 圖畫聽起來乖乖 照片 你知道menu裡有食物的照片嗎 所以他就乾脆 好啦我來看照片 shiny and a little sticky from decisions other had been able to make 所以描述一下照片的狀態 亮亮的 沒錯 而且有點黏黏的 你知道每個時候menu都黏黏的 所以他這個描述我覺得還蠻生動的 亮亮的以及黏黏的 為什麼會黏黏的 so a little sticky from something 所以從什麼什麼東西才變成黏黏的 所以from what from其他人做下的決定 這個描述我覺得好有趣 ok 因為你想想看 你在點財 所以你最後不是靠文字 這個照片看起來很好吃 甘草牛河 所以你就對著服務生說 我要這個 你就用手去tap他有沒有 所以你的手去 我要這個我要這個 我要那個 你去摸摸摸點點 所以這些照片就黏黏的了 來合理吧 因為大家手都很髒 鬼手這樣子 然後就摸摸摸摸摸 所以這些menu上的照片都黏黏的 so shiny and a little sticky from sticky from something 所以從什麼東西變黏的 from decisions that others had been able to make 聽懂了齁 所以別人都做了決定 靠摸這些相片做決定 這樣子 所以這個句子很有趣 so why was this so fucking hard 所以為什麼這麼難 就點菜為什麼這麼難 why was this so fucking hard 還罵髒話 It's just breakfast after all 也不過就吃個早餐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聽到 you ready now hun 什麼意思 什麼是hun 你可以點菜了嗎 you ready now H-O-N是什麼 是honey 所以這個詞 現在的就是比較progressive的一些地方 可能都覺得這個詞 是不是很好拿出來用 因為你不要隨隨便便講 叫honey 以前我覺得都可以 甚至我以前在讀高中的時候 有老師就會直接叫我sweetheart 所以聽到還蠻開心的 女老師叫我sweetheart 我跟她打招呼 hey miss hey sweetheart OK 可是今時今時 我們不能冒這種冒犯人危險 亂叫這樣子 你叫你自己太太先生或之類的 叫你的partner OK的 他這邊叫他 you ready now hun honey 就這樣子 下一句我覺得就是這個文章 這個故事最大的爆點了 so what does one order the morning before a mastectomy 所以一個人在做mastectomy之前 到底該點些什麼來吃 所以看了半天mastectomy是什麼 你可能還不知道 馬上給你看好了 這個mastectomy就是切除乳房 所以他八成就是因為乳癌或之類的關係 他今天要切除乳房 OK 多學一個字 我們學到了生理女生的版本切乳房 那男生的話切除儘管 就是vasectomy 你都看了這邊有一個 他 什麼 什麼actomy有沒有 OK actomy 就是把什麼東西給切掉的概念 OK so mastectomy vasectomy 兩個不同的字 OK 所以一個人在mastectomy之前 到底應該點什麼來吃 so what does one order 這個one就是一個人 好 所以一個人該點什麼 what does one order what should one order order就點菜 the morning before a mastectomy 所以這是在一個做那個之前的早上這樣子 ok the morning before應該是前一天的早上 大概是 所以他應該是隔一天要做 所以他接下來終於點菜了 I'll take two eggs 吃兩個蛋吧 sunny side up 你看他點的是sunny side up 所以這就 it makes you wonder 為什麼他的標題叫做over easy right 所以我心裡在想的就是他要做mastectomy 然後他又講over easy 或許就是祝福自己這一切都能夠很輕鬆的結束 over easy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有一點點的這種的一個暗喻在裡面 好 所以總之他吃的是sunny side up 他就聽到他自己對他說 好我要點兩個這個sunny side up的蛋 one just doesn't seem like enough 所以一個看起來是不夠的 所以他要他就吃兩個這樣子 因為內內是一對對不對 一個看起來不夠 他或許是只切掉一個我也不知道 但一個看起來不夠 他就是想要一雙 所以蛋也吃個一雙這樣子 好到這裡大概夠了聽懂了 有時候我真的在覺得我在over explain這些故事 但I hope it helps 好我是Paul講到這裡夠了 我們下次見